昨天下午,高雄大辽监狱发生挟持人职事件。 今天清晨,嫌犯自强,人职获释,挟持事件落幕。 对于两位人职能安全获释,我要向所有坚守第一线的警察与御方同仁表示肯定与感谢。 六位嫌犯以挟持人职方式表达不满诉求,我们不能认同。 并且予以谴责,而他们以自强的方式结束生命,我们深感遗憾,也在此向他们的家属致意。 高雄监狱发生挟持人职事件,国人同感震惊,这显示现行监狱管理出现漏洞。 我已经指示行政院要求法务部通令各矫正机关高度警戒,全面稳定求情, 并彻底检讨现行监狱管理制度,在明天下班前公布本案调查报告, 并且在一周内提出具体改革方案立即实施。